來到原版A13大時代美食街 從第一間開始一一詢問 保齡茶市風波 延燒層面越擴越大 臺北市府食安官率領衛生局和法務局 二十九號下午再度回到大時代來積茶 有這個食藥署他帶走去做檢驗了 不查保齡茶市 而是針對大時代其他十九家業者積茶 畢竟保齡食物中毒事件一出人心惶惶 大時代業績更是大幅下滑 我們業績大概這兩天掉了一半 可是針對這個事情 我們也會去評估 去檢討 我們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再更進步 強調針對保單也是事後才知道 保齡茶市並未繳保費 後續會再加強監督 但是反觀隔壁百貨 下午時段還是人潮不少 只是現在大家都想知道 米酵菌酸從哪裡來 也是現在各單位的最大目標 米酵菌酸是必須要有唐昌樸伯克氏菌 那才會有產生這樣的毒素 我們也希望在這個所謂的保齡的內部 那這個做一些採檢 看看能不能夠培養出這樣的細菌 就怕唐昌樸伯克氏菌落地生根 要盡快找出源頭 衛福部司長王必勝也強調 將會兵分二路來追查 人的部分我們是交給 台大跟農總來處理 那物品的部分就由食藥署來檢驗 除了死者的香菌解剖 和住院者檢體 也會針對出院反家者 再聯繫抽檢 而物的方面 將從食物和環境來左手 從上到下都不能放過 詳細追查 TVBS和周永仲宣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